字幕提供 今天我想嘗試一下 把我的遙控器 Q500PLUS的勇氣 ST10 加條外置天線 有玩開Q500 或者Q500PLUS的朋友都知道 我們遙控器的距離 圖傳的距離 一般來說 只可以到達500米以上 就差不多會圖傳 而 我們有什麼方法 可以將這一部分 加強呢? 網上有很多 資料 就是將 天線 加強 首先我們嘗試如何刷這塊 拆這塊 其實不是很複雜 首先 我們要把它反轉 先把電線拆開 反轉 有兩隻腳 在外國的網站 可以扭開它 其實有一個簡單的方法 就是刺紙盒 或者叫做面紙盒 這樣就已經很緊 覺得不夠穩固 就再加一個 對 就好了 反轉 之後 我們現在 就先拆開這塊電線 拆開這塊電線 非常簡單 放一個蓋子 拆開這塊電線 拆開這塊電線之後 不過有一點要提一提大家 就是 趁這個遙控器 那個電 掉了 它裡面的記憶就會沒有了 例如時間 和日子 我們 待會再拆開它的時候 需要幫它改 有一點要留意 好了 拆開完之後 你看到裡面 就有一個位 這個位 如果不知道的人 這個是拆什麼的呢? 其實是拆了一張SD卡 拆了SD卡 拆了SD卡 就可以把你 玩 飛機的時候 裡面的 資訊就會進去 例如 你的 搖空器 裡面的影片 它就會 錄影了下去 另外 又會 將你的飛行紀錄 例如 經歸道 它的高矮 各樣的東西 它都能夠 可以列進去 所以你可以 看看裡面的資料 來看 好了 我言歸正傳 首先第一件事 就是把電子拆開之後 你看到一條線 這條線 就小心一點 慢慢把它脫掉就可以了 怎麼脫掉呢? 這裡有一個卡位 鬆掉就可以了 好了 鬆完之後 是不是這樣脫掉呢? 不是的 要脫幾顆螺絲 需要我們準備一些 螺絲批頭 就是六角時 第一件事 就有兩款 一款粗 一款幼 那幼的 如果你是用T7 就已經可以了 如果你是適當的六角時 就要開了這兩顆 另外 如果你是大 這隻螺絲 就需要一些T10 的星批 就可以了 好了 那你發覺 這兩塊 是不是只有四顆呢? 不是的 其實還有這兩顆 在下面 我們開之前 就要把這塊膠 撕開就可以了 很隨便的 撕了之後 其實你會看到 是用雙面膠紙貼著的 撕開它 然後 就脫掉了 1 2 3 4 5 6 6顆大的六角時螺絲 另外就脫掉兩顆小的 1 2 那你就可以 完全全把這個空間 就完全脫掉了 好 首先 我們先脫掉一個小的 螺絲 先 其實它不是很實的 所以大家千萬不要 用很大力去扭開它 否則 因為這隻 它不是 用一隻 密眼的螺絲去 用公眼螺絲來的 變了你用力扭下去的時候 第一件事它就會連那個膠 然後 的螺絲紋 都會把它弄到 滑了啞 那下次你再上回去 就會有困難 所以上和脫掉都會溫柔一點 輕力一點就可以了 那我們現在脫大的螺絲 來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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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把這幾粒螺絲剪掉的時候,就可以把這個底蓋揭開 不過,你們要小心一件事,揭開的時候 你看到旁邊,我們平時用那個控制模式,以及把鏡頭調上,調下的控制在左右兩邊的時候 揭開的時候,可以有一點點頂住,用一點點力,或者揭一揪它就可以開到 但不要用死力了,其實已經鬆鬆的了 然後呢,這樣就開了,因為它本身的架位都是軟膠 好,這邊也是,開了之後就不要太心急扯開它,要留意 那條線有沒有卡住呢 還有,開的時候,可以看到,還有兩條線在這裡 這兩條線呢,就是控制它的喇叭 還有呢,就是控制這個,應該我猜是鋒鳴器,不過大家要小心一點 好,開了,看到裡面其實是一個很複雜的環境 其實也很簡單,那怎樣做呢 首先第一件事呢,我簡單介紹它裡面是什麼組成 第一,我們平時說遙控飛機的距離好像很遠,但圖傳掉了 遙控的距離,RC那個呢,是2.4G的 就是靠這一條和這一條的天線收法 那今天呢,就不是主要是處理它們這兩個的天線收法 我們呢,就處理的是圖傳 那圖傳在哪呢? 其實就是這一塊,就是5.8G的Wi-Fi圖傳 那這個是什麼呢?這個就是那個GPS 那我們的遙控GPS就是靠這個 那你見到它呢,這兩個呢 駁去那邊呢? 看到這兩個呢,控制它的方向的天線呢 它就會駁去那邊,2.4G 而這個5.8G駁去那邊呢? 就在這個底,經這個灰色線 去那邊,就去到這一塊底板那裡 那我們要拆這塊底板呢? 其實呢,非常之簡單 我們脫三顆螺絲就可以了 那脫的時候呢,就要小心點 不要弄斷它 如果弄斷了周圍的那些呢 都沒有所謂的,害它就可以了 不過呢,就盡量小心點 不是一脫了,斷了,忘記了 那想玩都沒得玩了 好了,我們來一個 這個普通十字的螺絲批 這樣就可以打開它 那我們開這個螺絲呢 都不需要太大力的,實際力就可以了 喔! 那些螺絲的螺絲 都不需要太大力的 那些螺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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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盡量料 好,掠出這幾顆的螺絲 然後呢,我們就會 потом把這塊螺絲叼臼 然後呢,抹勻 有兩條天線 這裡寫明了 這個就是駁去GPS 就是這個 這個就是駁去Wi-Fi 5.8C的一個 就是駁去這一塊 首先 音力將它脫 就脫掉了 千萬不要太大力 否則這個扯斷了就麻煩一點 好了 我們要換那條天線的時候 我們都要自己去買一條 天線 這條天線 就這邊叫做 IPEX的插頭 這個就是SMA的插頭 你買回來 淘寶都很多的 那裡去深水埗都可以買得到 當然是貴一點 如果你買這條我就 發現市面上有很多款長度 我這條是 30cm 1呎 好了 有些朋友 會把 外置那條 完完全全取替了 本身內置那條的5.8C 你取替它的時候 首先要脫掉 這條天線出來 這就是天線的平板天線 好了 先收拼這條 好 首先 脫掉這兩個螺絲 首先 脫掉這兩個螺絲 好 好了 脫掉完這個時候 慢慢移開它 就看到已經可以脫掉了 這個就是5.8C天線的 然後你可以脫掉這兩個螺絲 就整個架 可以把它拉出來 有很多外國的網站 就調整在這裏 轉兩個洞 再把這個自己買回來的 上去 將來就可以把上面 加平板 或者其他的天線 就可以加在上面 好 好 由於 我就 暫時 這次是一個測試的 情況 我們 所以我就不想 轉開了這裏的孔 先 我就會把天線 伸延到 搖控的外面 再用一些 固定物 將 天線固定它 看看會不會 將那個 圖存的距離 會增強 首先 第一件事 我 不需要轉孔 那怎樣把這條線 從外面 引到 這個位置 我就發現 原來 其實這部機 就是一件事 這個搖控的好處 就是 它有一個可以插 headphone 的 孔 就是這個 我相信 暫時應該沒有 沒什麼人會用來 聽飛行的聲音 那我就會 用這個孔 就由外面 引入 這條線線 進去 那怎樣進去呢 我看到有一個孔 進去之後 就很簡單 一回下去 就可以了 把這個位置 但是千萬不要硬來 就可以了 好 這樣就可以了 這樣就可以了 跟著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 上一些螺絲 一點力就可以了 上到有少少緊 就可以了 不用太大力 對 一旦 就要把這個 然後 什麼 呢 就要做 對 說 要做 什麼 什麼 你 要做 我 你 要做 做好之後就可以關上遙控 把電池放進去 把電池放進去 然後就可以了 剛剛的位置 但千萬不要硬來 就可以了 好 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呢 我們就可以上一些螺絲 小小力就可以了 上到有少少緊就可以了 不用太大力 好 date 這裡 你一定會把水放進去 不然 雖然不是 最早 也要不要 也要搭拌 卡 做好之後就可以關上遙控 關上電池 然後呢